大家好,我明明 长话短说 我现在特别想去散步 顺便麦当劳出的新品 顺便我们就去 小吃一顿吧 快走到了 有些人表面光纤 实际上 大副茶子 冻肚鞋 我刚刚在那点餐 然后他跟我说 没有这个高达及时宝了 说是下架了 然后我就很失望 然后我 打开麦当劳的APP看一下 只是他们店没有 不思心的我 决定打车去另一家店 好了,我都知道了 新品高达及时宝 今天这个 黄及时换成了这种白及时 我一开始以为它是高达连连的 还在奇怪 怎么破绽交流没有狂喜 自我后来发现不吃 是我肚子了 尝一尝 这很好吃 它是个白及要比黄及真的浓郁很多 中间还有一层那种酸奶味的奶酱 好吃 我决定在点个黄及对比一下 顶 suppose 你要吃 点完了 吃太热吃虜 别的奶酱给的超许多 再尝一尝这个奶甜 确实浓热一些 它不光是奶更浓一点 咖啡更浓一点 不过我想点冰的来着 被我点成了热的 好 再还有一杯冰可乐 没拿习惯 我 冰牙 我居然忘记了我的干饭家伙 这就是说的完全体 好吧 忘记也好了 真的是火速 我好像已经闻着吃了一种油香 它那个白鸡就是一个奶香 熟悉的咸香味 我的收拾区 里面就没有那个奶酱了 但是也很好吃 随便吃过那么久很高点 卖达达达的汉毛 依旧是我心中文爱的颜色 但是我蛮少点这个双几个 因为它吃一个不太够 吃两个就有点 显得很合适 我一般是点那个安格苏的那个后楼吧 这个新品好像做月末就下水了 如果你们看这个长沫的话 我建议赶紧去试试 真的很好吃 如果是我先吃这个黄鸡 我就觉得太好吃 但是因为我刚刚很饿嘛 先吃的那个白鸡 本身就很浓郁 再去吃这个黄鸡 就会觉得羊皮的饭了 人家确实也很甜 还有这个鲜皮 叫做玉雪鱼 雪鱼奶砖 雪鱼金砖 剪视频时候才发现 我是单点 单点划的只是 套餐价格 盛代豆子要12点点 两边上会有一些鱼籽的颗粒 其实我不太喜欢炸物炸成熟 成红色的状态 会让我觉得很油 并不油 稍微有点老 要是雪鱼的味道还是比较壮短 香味感比较强 香味感比较强 太巧了 它在橱桂套餐里面 煮的是一家一的那个红衣 就是一 像两个小小一个 等到是我呢 秋宝 翘斗妈带 这家米饭大喝 我应该把 我应该把这个是鱼炸到的 是吃饱里面的 再放我这 算了 波罗派 性品没买到 我只是吃旧品还不行 很喜欢吃波罗派还是香味派 一口松菜 我其实喜欢合照派 我其实喜欢合照派 这个奶铁一个 但是它为什么叫奶铁呢 我记得拿铁这个名字 下根就不是叫咖啡 而是一语中 牛奶的意思 我记得拿铁这个名字 下根就不是叫咖啡 而是一语中 嗯 波罗派 右手的说出去吃 这直接一下 趁着别瞎瞎 赶紧去冲那个高达烧鸡 真的很好吃 雪鱼 雪鱼的那个 一般般奶铁可以冲 三四二十一 有点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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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感觉吃饱了 感觉吃饱了 头路上看到有什么好吃的 我再买一个 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了 回见 拜拜 话后采办 吃完了 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相机收起来了 这段手机拍的 夜 我答应你们的拍部 你们知道这个多羞耻 你们真的这里有多少人吗 真的看起来有点嗨 记得小脸